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敖 没有这个字 我用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说台湾呢 有一个人 他是妖孙 可是呢 他讲了一口精片子 讲了一口北京话 你打电话给他 他不在家的时候 电话有个达路机 达路机里面 就先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我是林云 我不在家 等会儿 这个机器 得的一声一响 你就流话 得的一声 这个得 没有这个字 可是有这个声音 什么人能讲这种 北京的精片子 就是我说 刚才那个达路机里面 那个人说 我是林云 就是林云 林云什么人 林云是一个 生在北京的 台湾人 所以我们以为台湾人 讲的都是台湾话 就是闽南话 说台湾人讲的是台湾国语 讲的普通话 一听 也是台湾来的 讲的这种特殊的国语 错了 如果你听到林云讲的 北京话 你发现 这不但是 道地的北京话 而是比现在的北京人 讲的还北京的北京话 这个就是林云 林云什么人 林云是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那个他的爸爸带他到北京去 他生在北京 在北京念过小学一年级 二年级三年级 在北京住在哪呢 住在优和宫附近 所以从小呢 他就跟北京 雍和宫那些喇嘛 搅在一起 所以 从雍和宫的喇嘛那边 学到了北京话 也学到了一些 妖魔外道的这些信仰 后来 林云回到了台湾 在台中 省立第一中学 省立台中第一中学 念高三 那时候我李敖念初中二年级 他是我的老学长 那时候我父亲 到台湾来 就在省立台中第一中学 做国文科主任 教国文 我跟大家说过 我父亲是1925年 1925年 在北京大学 国文学系 毕业的 到台湾来 他在台湾 做中学老师 教国文 还保留了这么张照片 就是我父亲叫李鼎仪 这张照片 大家看到 这是我父亲 教书 这是我父亲 然后 这是 学生 台中一中的学生 当时都穿着制服 留着光头 都是这样 这种样子 然后还保留了一张 这个房间被拆掉了 这当年台中一中的 这个照片 这当时我们的校长 金树荣 金校长 这个 这个就是我父亲 这就是我父亲 这个人 我还特别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 这些 这都是我们的老师 都是老师 都是老师 这个是 影响我对身的老师 他的名字 叫做严乔 他是共产党 我在节目里面 谈过他 林云 比我高五班 台中一中毕业以后 就留下这些照片 大家这林云 看起来这普通的 一个 一个 中国人的样子 这林云的这个 大学毕业照片 林云 这样的照片 林云 这照片 台湾省立台中第一中学 师生通讯录 1949年12月的 看到没有 高三上甲 学号第32号 林石 18岁 台中诗人 看到没有 那个时候 他不叫林云 他真名叫林石 石头的石 后来呢 这个人呢 就变成了一个妖僧 什么叫妖僧呢 这就叫妖僧 大家看着什么样 你看着没有 看起来 看着 妖魔鬼怪 戴着这个帽子 做着这种 佛教徒的首饰 看着这种妖僧 干什么呢 就凭他 在北京的那一点 跟雍和宫的喇嘛 搅在一起的经验 他自己呢 就是 骗出来一套东西 他说 他是西藏的 密宗的 黑教这一派的传人 可是 如果你是真的是 密宗黑教的传人 你就不该有别的招 就是 这 这种的 这个样子的 他不是 幻想多得很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先看造型 这是台湾 一个节目 TVBS 一个节目 这是华视的一个节目 中华电视公司 那时候这个叫李涛 这个人是头脑不清的 专门主持节目的 这个李涛 这就是 佛教徒 佛教界的领袖 叫做星云大师 这次我当选了 所谓的立法委员 他还有 透过 徐展堂先生 向我在电话里面 向我道客 这个星云大师 这个是 周莲华牧师 这是佛教徒 这是基督教徒 周莲华牧师 蒋介石死了 他送他主持 蒋经国死了 他主持 蒋耀文死了 他主持 所以我很喜欢他 因为他给蒋家三代送丧 这个周莲华牧师 这个就是林云 他要变成宗教界的领袖 大家比比看他们 这个长相 你看 这个人家 这个和尚 这要看起来 慈眉善目 这个牧师呢 看起来也是 这个 看起来一片祥和 他们长这样了 像个杀猪的一样 屠户一样 他就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招摇创片 全世界招摇创片 好不说美国总统选举了 也让拉拢 拉拢亚洲人呢 他也跑去 看到没有 当年的 现在的布希总统的爸爸 老布希 做总统选举的时候 竞选的时候 这现在美国总统骂 在骂 看到没有 林云在这 看到没有 他也在这里 这个 做法 当然呢 他们就美国政客 当然也拉拢他 就林云 跑到罗马 就见这个教宗 教皇 也看着 也去 反正能够 招摇的部分 全力全力他 到台湾来 跟那个大混蛋 那个李登辉 照相 看到没有 然后做这个大手印 你看 做大手印 他的善男性女 也跟着这个 做大手印 这个妖魔鬼怪 也是跟李登辉 这是李登辉老婆 这是林云 是不是 这个是李登辉的 这个女婿 这是林云 然后这里看到台中市市长林博荣 这个给他祝寿 林云大师祝寿 这个也看到 这个法学家林栋 给他祝寿 人心人术 给他祝寿 再看到台湾的 叫做中央图书馆 叫阳馆长 叫阳从森 给林云大师 60岁祝寿 63岁祝寿 林云 这基本的造型 就这个样了 长得满脸油乎乎的 你看 一点都不像有什么先锋 道骨 什么这种 完全是这种油乎乎的 然后那几个胖指头 搬弄搬弄起来 做这个大手印 大家看到 做大手印 这种 这种 这种怪象 然后写了一首 怪的这个毛笔 毛笔字 这些 朝思白地 采云间 千里将领 一日还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这不是毛笔字 这是用带毛的笔写字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里面还想写的 云时居士 林时 看到没有 还用 偶尔还用他原来的本名 林时 这个就问题出来了 看到 画符 画符 辟邪 台北有一个大的饭店 以前是日本人统治时代 是刑场死了很多人 很多的这个 那个增场 有闹鬼 他就画个符 到处画这个符 看到没有 就画了符 画了符 可是大家注意 这种符 就是道教的玩意儿 就不是佛教了 你说你信佛教 又是西藏的 这个密宗的黑道 黑教这部分 那你就是好好的 就佛教 可是这种符一出现 完蛋了 这是道教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见 这道教的东西 你看他还写着字 你看他 这是鬼话符 这是鬼话符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又佛令出现了 怎么在道教的符上面呢 这就是 胡扯 可是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一个教授叫庄音 他写的 说他是金氏活佛 我们也可以看到 庄音的弟弟 艺术家 这个庄哲 跟他太太马浩 也是林云大师 画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台大教授 郑清茂 郑清茂 给他写寿字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司法院院长 黄少谷 给他写 这个 寿玉长春 黄少谷 给他写的这个 这个 字 还可以看到 黄少谷的儿子 这个 黄任忠 给他的 致辞 还看到 李敖的前妻 胡云梦 跟 林云的 这个慰问 大家注意着 我前妻 胡云梦 他 叫他二哥 林二哥 有一次 胡云梦跟 林二哥说 我跟李敖的 婚姻会多久啊 这林云说 你们的婚姻 可以有五年 胡云梦说 五年以后 是怎么样呢 林云说 五年以后 李敖就变心了 就不喜欢你了 胡云梦说 怎么样可以使 李敖不变心 喜欢我呢 林云说 有个好办法 你掏 掏出四个铜钱来 跟 胡云梦说 你拿着四个铜钱 在你们家的床 四个脚 每个脚 放了个铜钱 这样子 五年以后 李敖还会继续喜欢你 这胡云梦回家以后呢 就往床旁边 就放铜钱 我问你在干嘛 他说 林二哥说的 放四个铜钱 我们感情就会 五年以后 还在继续好 胡说八道 我跟胡云梦 同居了一年以后 结婚三个月就拆伙了 我就不相信这个东西 我也反对 放这铜钱 胡云梦就说 那你表示你不爱我 这女人的想法 我怎么会相信这种鬼东西啊 这就是林云 这种妖怪 到了华市 或者什么电视公司了 过年 他上亮相了 拿出个橘子来 把橘子包开 橘子皮 东边丢一片 西边丢一片 南边北边各丢一片 干什么 用橘子皮 给人类祈福 给台湾祈福 胡闹啊 当然有的人 很喜欢橘子皮 像英国的文学家 约翰生 他就很喜欢橘子皮 那另外一回事 这橘子皮 有这么大的魔力 可以 变成一片 一到处就丢 就可以保佑国家 这么胡扯吗 就是胡扯 这么多混蛋相信他 台湾后来的司法院院长 林洋港 看到没有 洗信给他 看到没有 台湾的考试院院长 邱庄焕 写授评给他 这就是邱庄焕 这两个人长得很像 两个人都是满面 两个脸都油乎乎的 看着很像 这个台湾大学校长 看到没有 跟他扯在一起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林怀民 跳舞的这种 同情恋者 跟他扯在一起 北京大学的副校长 也被他骗 看到没有 林云大师 英邀至北大演讲 与北大副校长 罗豪才教授 合影 这是林云 这就是罗副校长 就是骗 不但骗了台湾 也骗了大陆去 这是骗了 民进党党主席 这是黄新界 这是黄新界 骗了台独大佬 这是彭明敏 我们都看着他骗 然后骗了作家 聂华林 骗了音乐家 申学雍 我们都看 骗了所谓历史的 中央研究院院士 所谓历史家 许卓云 这种学术界的这种骗子 骗了这个混蛋 陈水扁 我们看到 骗了台北市市长 黄大舟 骗了台湾的监察院院长 前妇 骗了台北市市长 马英九 看到没有 就是到处这个 骗了国民党大佬 马树立 然后骗了国民党的国防部部长 郑维员 到处都是在行骗 有这样子妖望的人 有这样子混蛋的人 有这样子荒谬的人 有这样子拿橘子皮 在电视 来做法的人 他不是自己做法 他用现代的科技 帮他做法 电视 旅远佛节 画面出现 声光画电 看到没有 麦克风 他不是用 真正的佛法 他是要用麦克风 现代的科学 来帮着他 来弘扬 他的这个 妖魔鬼怪的东西 你不觉得 这是个很荒谬的事情吗 可这就是这么荒谬的事情 居然在台湾出现 在大陆出现 在美国出现 这么一个妖望的人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 我们真是 不小心 就会被这种 妖望的人所骗 可是 林云 有一个特色 我们也要讲 赞美他一点点 有一次 一对 一个 怀孕的女的 问他 说我的小孩 怀孕了 五个月以后就要生的 是男的 是女的 然后林云 就看 看他公公 这个女孩 这个媳妇的公公婆婆 在旁边 在看着 看他笑 在听他 答复 这个怀孕的 孕妇的问题 这个林云 就说 生男的 五个月以后 生男的 这个女的 这个孕妇就笑起来了 这个孕妇的公公婆婆 高兴的要死 发现这个大师 林云大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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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加持 来这个 这个预言 说生男的 抱孙子 高兴了 可是 五个月以后呢 生出来 是女的 不灵了 林云不灵了 怎么生的是女的 林云怎么解释啊 他的解释倒 很有人情味的 他解释说 当时他发现 这个孕妇 是希望生男孩子 公公婆婆 在站在旁边 也希望生男孩子 他如果说 他也知道 也可能生男的 也可能生女的 为什么不说生男的呢 说了生男的 他还多高兴啊 让人家高兴 多高兴 万一五个月以后 真的是女的 让人家多高兴 五个月 也没什么坏事啊 大不了 说他嘴巴不灵而已嘛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这个故事 当然证明了 林云本人 也可能是 他相当地忠厚的一个人 可是 在忠厚 他也是个骗子 可是他骗子的方法 很奇怪 他是用现在的科技 现在的方法 现在的造型 现在的 周游世界的方法 从台湾骗到大陆 从大陆骗到美国 从美国骗到罗马 直接骗到了教皇 教宗的头上去 为什么呢 我们所谓行骗 就是他给你照张相啊 拉个手啊 做了什么大手印呢 这样子反正就 到处招摇创骗 这就是一个 典型的骗子 可是当人家问了他 李敖在说你是骗子 你怎么办 请注意他的反应 他说李敖 李敖多么有学问啊 李敖是我所佩服的人 李敖是勇敢的人 李敖是有学问的人 李敖的老师 是我的老师 李敖的爸爸是我的老师 我今天 我今天 跟李敖的爸爸教我 都有关系啊 他就使我变得 今天 林云都跟李老师教我有关系 我对李敖 佩服得要死 他跟你打哈哈 他绝对不会得罪我的 你懂吗 可是大家看到我这一面 我绝不因为 你是我的大师兄 你是我爸爸的学生 你 林云就被我李敖放过 我就不放过你 得到机会 我今天把他资料拿 给大家看 觉得这个人是中文的妖望 可是这个妖望 不完全怪林云自己 还怪围绕着他的 在他前前后后的 追随他的 这些头脑不清的 善男性女 你们在干什么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跟他扯在一起 真正的荒谬 是他这里 就好像今天一样 说李敖是混蛋 李敖的混蛋 是一回事 可是代表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很多人 说你 给你鼓掌 这批人 跟你一样混蛋吧 你李敖辉 当年不是给 外省动钱做狗吗 你不是跟着 蒋介石 蒋经国在喊万岁吗 可是你这样子 无耻的人 现在这些人 通通万光 觉得你 反倒觉得你是个 有骨气的人 这是什么世界啊 同样的 林云的故事告诉了我们 这个世界 有一种荒谬的人 可是当他会有 很技巧的行骗的时候 不管是真心 还是假意 不管是自觉 还是不自觉的 他把这个骗术 用现代的科技的方法 去试战的时候 会达到 使我们 觉得非常好笑 又觉得非常荒谬的效果 我今天 把林云 特别拿出来 给大家展示 展手示众 多这么多照片 给大家看 大家觉得 是不是很荒谬 人家说你 你又骂你的老婆 骂你的前妻 其实也不是 我已经讲过 女孩子比较容易 相信这些妖魔鬼怪 何况林云 代表这么一个 有趣的妖魔鬼怪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